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身材比较臃肿的女生来改善我们穿衣的时候的这种土啊胖啊壮啊这样的缺点 首先我来说一下我自己身材上的一些缺陷 那我身材上的缺陷也是我们这一类上半身比较臃肿的女孩子的通病 我几乎都有 首先就是我的斜方肌比较的发达 第二就是头肩比不算非常的好 可以看到我的肩比较窄然后头骨呢也不算很小 导致整个头肩比就是普通吧 虽然现实看来说不会很不好但是也没有很好 第三就是胸大这个时候弹幕肯定会飘过去很多这也算缺点嘛 对这对穿衣来说几乎是万恶之人 这导致市面上90%卖的衣服对我们来说都是显壮显胖的 然后第三是胸大带来的副作用就是手臂的根部的脂肪的堆积 导致手臂看起来比较粗然后整个肩部的线条呈现一个圆形的状况 而不是一个直线形的 最后一点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缺钙 然后我妈没有给我好矫正导致我的肋骨外翻的比较严重 也就是这一块它会比较的突出 然后导致我整个人特别的厚 那我首先把最最要避免的雷区和大家说一下 这三点其实是很多人已经知道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收腰 不管什么材质的衣服一定一定要收腰 不管那个店家怎么跟你吹嘘 我们家的衣服特别的显瘦 叫它不收腰 那穿在我们身上都是一场飓风级的灾难 第二点就是领口的选择 领口千万不能选择小高领或者说小圆领 一定要选择能把你的脖子的线条拉长的领子的款式 包括我今天穿的这样的V领 其实不需要开那么长期到这里也是可以的 或者说方领这些还有一字尖这些都是可以的 第三点就是不是遮得越多就越显瘦 很多对自己身材不太自信的女孩子 觉得自己穿衣服显壮啊 穿着比较紧身的衣服看起来壮壮的 就会比较自卑想要穿那种非常宽松的大T 那这样是不对的会让你看起来越来越壮 那我们针对这三点先来选一套衣服做一个错误的规范 那这就是一套小圆领加上不收腰的完全宽松搭配在我身上的效果 这套衣服仿佛有一种变胖加上变壮的魔法 让我整个人在无形间增加了40来斤 然后呢我现在看起来又非常的强壮 感觉就像是一个4600分的铁拳 也不是说不可以这样子穿 这样子穿是非常舒服的 但是确实在视觉效果上面壮了一些 那接下来我们要从实际的搭配上面来说一些适合我们的tips 接下来我们回归这一套搭配 那这一套呢是淘宝上面原配的一套套装 它算是一个复古风格的有带一点贺本味道的裙装 我们来说一下这类衣服的优点 首先它的领口是长条的V型的会比较适合我们 这样拉长了颈部的线条 使得上半身看起来臃肿感会减少很多 然后呢它又不会开得太低 其次呢就是这个高腰散裙 高腰散裙是非常非常适合我们的一种单品 刚才说过所有的衣服一定要收腰嘛 但其实也不是所有收腰的衣服都适合我们 因为有些所谓收腰的衣服它收腰的位置非常的尴尬 比如说在这个肋壳的位置看起来 就是会非常的显状根本就没有用 而高腰散裙呢一般它就会收在 正正好好腰最细的地方 然后呢高腰散裙它的下摆是捧出去的 那这个样子穿在我们身上看起来会有一种平衡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上半身比较壮嘛 如果下半身的搭配是搭配紧身的牛仔裤 或者A字型的包臀裙的话 整个人从肩膀到脚底会呈现出一种倒三角猛男的这个形态 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显状 穿上散裙之后它的下摆是膨开的 那你肩膀和它的下摆的位置是对应的 整个人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和谐的沙漏型 接下来说一下这套套装的不足之处 首先就是在它上衣的面料上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发光的材质 如果你穿过这种下摆需要塞在下装里面的衣服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这个下摆是很容易不服贴滑出来的 那么如果它的上衣面料是发光材质的话 那这一段看起来就会非常非常的像肥肉 尤其是对我这种肋骨外翻的人来说 这件衣服在商品图里是看不出它是这种发光面料的 看起来是哑光的 不然我是不会购买它的 我们一定要尽量避免这种发光面料的衣服 因为它会把我们的撞超级加倍 第二个缺点就在它袖口的设计上面 你看它是有一个小飞袖的感觉 那这个类型的线条会让头肩比变差 然后肩这里会非常的塌 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从侧面看 它会把你手臂最粗的一段地方直接暴露出来 从整个视觉效果上来说就是圆形的肩膀 直接接了一段非常粗壮的手臂 那是比较致命的 第二条是一个有一点港风的西装小外套 加上一个黑色的基础款打底裙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一套的 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这件均绿色的小外套 它把我刚才列出来的那些身材缺陷 几乎都一网打尽的遮盖了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斜方肌 手臂 然后外翻的肋骨 包括胸 都在这个小西装的恰到好处的板型里面 全部都遮掉了 然后因为它的肩部这里比较挺阔 所以显得头身比也比刚才好了很多 这种比较宽松的短款外套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因为它是在肋骨和腰的这个分界的地方截断的 所以不管你本身的腰细不细 在这种反差下面看起来都会非常的细 我建议大家可以试一下这种小外套 这一条呢是一个波点花纹的长裙 这一条裙子是我今年夏天穿的最多的一件衣服 泡泡秀这种因素本来是不应该属于我们这种臃肿系女孩的 因为泡泡秀的这种蓬松感不会因为把你的手臂的肥肉遮住了 所以让你的手臂看起来很细 它反而会让你的手臂看起来更粗 而且让你的肩膀看起来像是溜肩或者圆肩 但是呢在这条连衣裙裙上因为它的方领挖得很宽 但是它方领的边界在肩部这个位置 所以泡泡秀的这种圆肩的感觉被戒掉了 整体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平衡 让它有甜美感的同时又不是很显胖显壮 然后它的腰部呢收的也是正正好好在腰最细的地方 面料本身也是哑光然后有一点垂感的 然后下摆呢也是我刚才说过的散裙的这种往外扩的下摆 所以总体来说这条连衣裙是对我来说非常完美的一个选择 像这个款式的泡泡秀加上比较大的方领 然后收腰三百的连衣裙在淘宝上也是非常多件的 大家可以用石图功能搜一下 就是会有非常多不同的印花 但是这个款式是比较多的 这一套呢是一个彩虹色的小吊带 加上一个宽松的牛仔背带裤 虽然我非常喜欢背带裤这种单品 但是夏天是我唯一一个会穿背带裤的季节 为什么呢 因为对我们这种用种戏女孩来说 唯一可行的背带裤搭配就是配吊带 任何的其他方领的紧身T恤也好 圆领的T恤也好 宽松T恤也好 都不可以 只有这种紧身的吊带 才会让我们在穿上背带裤的同时看起来不壮 甚至看起来非常的纤细 因为当你用小吊带去搭这个背带裤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从肩颈到胸前这一块 它都是直角 然后都是非常利落的直线线条 这对显瘦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点因为背带裤的这片布料 把胸前的落差感彻底的遮掉了 所以从正面的视觉效果上来说 整个人是纯平的 所以看起来会非常的洋气 但是背带裤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虽然它从正面上来说是收腰的 但是侧面它是完全不收的 所以呢侧面上会看起来有一些桶状 可以从我中秋出游的游客照上看到 所以大家可以自行斟酌要不要这样穿 这一套呢是一个休闲的小西装 一个稍微有一点设计感的西装外套 加上一个同款的西裤 那比起刚才那一套呢 这个会更加成熟干练一些 大家在生活中如果有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的话 可以选择这一套 和刚才的小外套一样 它也是通过这个比较挺阔的版型 把我的缺点都遮住了 然后呢它衣服的下半部分 有一点这个往外碰的黑纱 那它在侧面的时候 也避免了我们刚才说的 倒三角猛男的情况 它整个是比较平衡的 因为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穿旗袍 所以在这里给大家再介绍一款 比较适合我们的改良旗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传统旗袍它的袖口有一种非常典型的设计 就是像往上挖一口一样 而且非常的紧 又像无袖又像有袖 那种非常尴尬的设计 让我的手臂和肩膀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粗壮 整个人都撞了一圈 那这个改良的旗袍 它最好的就是这个袖口的设计 它用了一个非常有垂感的面料 在这里做了一个有层次的下坠 然后呢 它的肩宽设计的又很得当 导致它这个下坠的点在我肩膀的外面 那导致它有一种西装领的效果 把我整个肩膀称得很有型 然后也就达到了这个显瘦的效果 店家给搭配了一个小披肩 这是它的原配搭配 加上了这小披肩之后呢 变得更加优雅了一点 更有了那种民国的感觉 但是如果从显瘦 显纤细的这一方面上来说呢 还不如刚才 所以并不是越遮看起来越瘦的 它的披肩带来的这种蓬松感 类似于我刚才说的泡泡袖的蓬松感 反而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撞一圈 所以我感觉 不搭配这个披肩的话 其实看起来会更加好看一些 那披肩也很好看 另外一种感觉 那这期穿搭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对大家来说有没有帮助 在视频里提到的这些显瘦显纤细的tips 我会在评论的置顶区里面总结一下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下期应该是别的穿搭主题了 拜拜 拜拜